大家早安,我是贤君 前一阵子名侦探柯南最新的电影版 《万圣节的新娘》终于在台湾上映了 我个人算是原本就非常期待这部电影版 因为这电影主打发高木佐藤这一对情侣的糖 而我超喜欢这对情侣 虽然这部电影的编剧是大苍丛玉 这个编剧也曾经写过干亲之泉 并在预告片时让人以为有发小蓝心意的糖 结果正片一波,妈的怪到积德 害我看完这部电影也是满口的干 但毕竟和高木警官长得一样的人已经过世 不会有这样的剧情吧 也不可能说,诶,其实我是鲁邦三世 也不是那种合作电影 而且糖红的恋歌也是他写的 倒也不是那么不可信的编剧 再加上这次的导演是第一次出现在 《名侦探柯南》电影系列中的导演 满重劝 他曾经导过排球少年一到三季 有着相当优秀的表现 如今他从排球动画转战到足球 诶,不对,战斗,呃,极限运动 诶,诶,啊,推理动画 对对对,诶,真是奇怪 我怎么会把推理动画搞错的这么夸张啊 真是太奇怪了 不对不对 总之这导演又是一剧 让人相信这电影的强心剂 而且最后 因为日本先上映好一段时间了 所以我早就先听到 从日本那边来的好评价 呃,是的 那么在我工商结束之后 就开始讲我自己的无剧透评价吧 今天我来跟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 大家有没有过曾经得知 某些美剧或动漫 有上载或是之后要上到Netflix上面 但你之后又发现 台湾的Netflix根本没有上这一步 对,像去年的蜡笔小型电影版 就只有日本才有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推荐一下 Surfshark VPN 只要有了Surfshark 几秒钟就可以连到其他国家的伺服器 虽然你可能改不了国籍 但至少你的电脑可以暂时变成歪国人 它有3000多个伺服器 基本上大部分的国家都可以连到 而它除了可以看国外的Netflix YouTube Disney家之外 还可以保护你网路上的隐私 可以利用Surfshark加密你的资料 不会被追踪网路上的行径 连线到不同国家的VPN伺服器 也能解决预定机票和租车时的 虚拟定价差异 而Surfshark没有限制使用的装置数量 所以只要一个订阅账号 就不只是你VPN 你全家都VPN 现在只要于影片下方的网址 订购Surfshark VPN 输入优惠码就可以享有17折优惠 平均一个月只要2.21美金 还可以获得三个月额外的使用期限 如果再加上好几个朋友分摊这个账号 可能一个月连一顿泡面的钱都不用 就可以用Surfshark 不过虽然Surfshark没有提供免费试用 但他们提供30天的退费保证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非常好的入手时间 不只有相当优惠的折扣 还会多送你几个月的使用期限 在这30天内用的开心的话 你现在购买就是在最划算的时机 买到Surfshark VPN 还不赶快把握机会 点击下方的连结 趁现在把Surfshark的账号拿到手 好啦 那么最近这部电影在日本 也终于突破90亿日元的票房 可以和《干亲之权》 《零的执行者》 角逐名侦探柯南前三名的票房了 嗯对 看到这两部电影就知道 现在柯南的票房好不好 跟这电影本身好不好看 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还好今年是票房好 电影也好看 这也是我个人看完这部电影后的评价 不得不说 今年的电影版 真的是柯南近年来最好看 也最正常的电影版 是的 我觉得用最正常来形容这部电影 实在是太适合了 因为这部电影版中 大家都没有像最近那样 那么像不要命的特技演员了 当然还是会有稍微夸张一点的动作场面 但是你在这电影中 已经不会觉得 下一秒这些角色会突然说 我其实是生化改造人什么的 最有感的部分 就是在这部电影里 敌人只是拿着手枪 只是手枪哦 不用从天上掉下来的卫星 湿式的飞机 倒塌大楼 就可以让人有紧张感了 让人想起来原来在柯南电影版 手枪手榴弹还是杀得了人啊 而且除了这部分 我觉得更加难能可贵的是 这电影中穿插着各种小小的彩蛋和笑点 让整部电影充斥着相当活泼的日常感及生活感 我觉得这是柯南近年来的电影中最难能可贵的 最近他们的电影为了让他们看起来 好像发生了非常非常严重的事件 就有点过度的在描绘那个事件 但其实有时候观众只是想看几对CP放闪 结果整部电影一直在讲那个 我们没有那么在意的事件 所以假如我们把近年的柯南电影 包含今年电影的动作场面全部拔掉 那么这部电影的有趣程度就可以写虐其他几部电影版 而正因为它有强烈的生活感 相对的就更容易塑造出紧张感 不过呢 虽然我把这部电影夸奖成这样 但它当然也不是一部完美的电影版 应该说这电影的优秀之处 并不是在于它没有缺点 而是它的缺点很少很小 近年的电影因为剧情上是他们的短版 于是就用了夸张的动作戏 华丽的爆炸场面什么的去做演示 不过他们越是这么做 就越是让他们的缺点显得更加的明显 而这部电影就是你不会有太多对它扣分的地方 反之还会慢慢加分慢慢加分 最后你就会喜欢上这电影 是的 我说的就是我 我个人蛮喜欢这电影的 不只是它的剧情画面 我连它的电影名称都很喜欢 也许有些人想说 万圣洁的新娘 这个标题有什么好喜欢的 没什么特别之处啊 但是在原作漫画中 单行本第40集的第一画 动画第358集 当时的剧情是高牧和佐藤去约会 而高牧警官在当时就打算和佐藤警官求婚 但是他们却在游乐园遇到了柯南 所以很倒霉的 他们就牵扯上了一场毒品案 那个毒品就是海洛英 而当时布美误认为他们在说万圣洁 事件的最后 佐藤警官还因为摩天伦的画面 想起了松田警官并哭了出来 但也因此加深了他与高牧警官之间的感情 有没有感觉了 高牧的求婚 对应了这电影的婚礼新娘 漫画里提到的万圣洁 也对应了这部的万圣洁 而且你们看不没想象的画面 那个面具男和电影中的 是不是也有着些许相似 然后那个南瓜也跟电影中出现的 不对 说到万圣洁本来就会想到这个南瓜 这个倒是有点牵强了 最后说到松田警官 这部电影版绝对没有少提到这个角色 所以整体来讲就是会让人觉得 会不会这个标题 是经过动画组精心设想后才出现的标题呢 当然我不知道他们是有意无意刻意的还是巧合 但是这种一切都被串联着的感觉 就是让人感觉很棒 虽然 接下来就会比较严重的剧透了 不想被剧透的观众可能要在这里先撤退哦 好咯 那我要讲咯 这部电影最重要的剧透 虽然其实这电影跟高木和佐藤的结婚 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点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刚开始看到一半 我对这部分是有点小难过的 但是当我看到最后一幕 那个闪下我狗眼的画面时 我只能说 动画组 算你厉害 那一幕真的太棒了 我甚至在电影院默默的拍起手来 我必须要说 这次的电影版在玩这种CP的套路 或是各种角色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是玩得相当漂亮 她几乎没有让某个角色 只是出来让大家看看她很健康 但她一点用处也没有 很多角色在这电影中都有她能够发挥的地方 都有她帅的场面 啊 除了小兰 小兰在这电影中真的是没什么用 只有负责提供一个关键的线索 就只是这样 不要说空手道没踢到 连糖都没发到 就连在电影版中已经打混多年的小五郎 在这部电影都有帅到 不但久违的展现了她的天才柔道 还飞扑到马路上帅气的救人 不过之后就狠狠的碎掉了一整部电影版 可以说 她在这电影的表现 是最不愧对沉睡的小五郎这个名号的一集了 然后白鸟警官在我印象中 是第一次 第一次在高木警官的恋情上帮了一把 真的是会让人感到兴奋 之后的警察五人组合力解决事件 高木扮成松田警官 甚至在最后的最后 居然把关键的场面留给了少年侦探团 这个在电影版中几乎大部分都在受人保护 却在这部电影版中被托付了至关重要的最终场面 不得不说 这种小鬼门利大功 真的有种不同于以往的爽感 更是让人体会到 这电影除了让人感受到平稳的日常感 还有一些笑点 像是小五郎在医院打麻醉失灵 就是在说他平常被柯南麻醉多了 因此产生了抗药性 接着更进一步的加强紧张感外 更是能用丰富的惊喜感 去升华整部电影的有趣程度 没错 不过这次的女杀手 只靠单手就可以和安士透打个平手 倒是真的就有那么一点太惊喜了 安士透在柯南里的肉搏能力 也是数一数二的 这女的经过了柯南的算计 与警察之间的枪战 安士透暗藏了炸弹之后 还是能单手就压制住安士透 果然安士透就是被女人克吗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 在这电影之中有很多笑点及槽点 都能连接到原作漫画内容的感觉 而且这电影基于原作剧情上 再加上不会吃醋的原创剧情也令人佩服 虽然加成这样真的会让人觉得 柯南世界里的警察也太忙了吧 这事件也太多了吧 明明前一天好不容易在爆炸案中活了下来 隔天还是要死于炸弹之下 在这种世界里 哪个警察能多活个几天 真的就要偷笑了吧 好啦 这就是我对这部电影整体的评价啦 我真心认为 这是近年来柯南电影中 最值得一看的电影版 那么这次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按个喜欢 也可以帮我按个订阅 那我们就会再见啦 拜拜 拜拜